哈囉 大家好 今天是我個人的上課日 那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這一次是採用 遠距教學的方式 最近這一段期間呢 我們可以從新聞媒體上面看到有很多 關於遠距教學的消息 那我個人也很好奇到底執行起來是什麼樣子的 我們今天來記錄一下 我第一次參與遠距教學的過程 那我們所使用的軟體是 微軟的Teams 那我們就進入課程吧 妹妹送的鉛筆盒真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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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遠距天太有道理了 在這個難得清醒的造成口好可愛 那就用拉拉熊喝水吧 題外話喔 在我上課的前幾天 我原本所使用的電腦 它就壞掉了 所以我就把它拿去那個廠牌要維收 結果呢打開之後 發現裡面的硬碟是另外一個牌子的 所以就再送去那個廠牌要維收 總之就是 不過幸好因為還在保護期 所以可以直接換新的 原本故事到這裡會有一個完美的結局 但事情並沒有這麼簡單 因為第一個 我有一個很糟糕的習慣 就是我會把資料放在桌面 然後都沒有備份 第二個呢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廠商它沒有貨給我換 可能要等到五六月份 所以也被我妹叫回了一番 痛定思痛之後 決定要從零開始 那我就先用這一台舊電腦 來稍微擋一下 繼續上課 下課了 實際體驗過這套系統之後呢 我覺得是蠻有趣的 老師他可以自行切換看 是要用簡報 放他的臉 還是說要點名等等的 都可以在這個界面上面執行 那如果說訊號比較不好的時候 聽起來會斷斷續續的 所以我覺得網路會是一個很大的變數 那我們也整理了兩項 我覺得遠距教學 可能需要考量到的一些執行要點 第一個呢是老師的備課 因為不管是我們這一種直播 還是說預錄影片啊 他都和一般老師習慣的教學模式 很不一樣 那老師呢可能會為了要做遠距教學 所以需要再修正一下他們的教學方式 所以說授課方式的調整 可能是要考慮到像傳統口說式的授課 能不能直接轉換到遠距教學 或是說課堂上的面對面互動 要如何在遠距教學當中來執行 那第二項呢就是硬體設備 老師和學生除了課本 那還必須要有能夠使用的電腦和網速 那這一塊呢會牽涉到有承箱差距 或是資源分配等問題 我們就先姑且不談 那除此之外呢 他還要熟悉不同的線上平台使用的方式 甚至可能還要知道說如何剪接影片啦 或者是說要如何插入一些簡報或資訊到系統裡面來使用 就比方說我們使用的微軟Teams 還有Google的HangOnMitch 還有像是訓練的U簡報這一些 甚至是臉書直播或是YouTube影片等等的 這一些對於資訊類科的師生 或是數位原住民的新世代來說呢 是比較容易上手的 那像我這種3C相關技術 比較奴盾的數位移民來看的話 就要花更多的心力在這個準備上面 因為疫情的關係 讓遠距教學和遠距工作 有了更多的實行機會 不曉得您有沒有類似的經驗呢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們分享喔 記得要訂閱按讚和分享這支影片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